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小僵尸和人类小女孩的故事 看了这么多僵尸电影,这个小僵尸应该是最可爱的 话说在很久以前,有一个痴迷长生不老的王爷 自己修炼已经算了,还害死了自己才几岁的小皇子 悲痛之下,他用书中的不死之术让王子的尸体不服 而且还能保持行走、坐卧 简单的说,就是成了一只小僵尸 又过了很多年,王爷终于死了 但是可怜的小僵尸却有着不死不老的身体 忽零零的联络荒野,还成了道士们追杀的目标 直到最后被封印起来,买入地下 时间到了现代,这天,一个包头公五一箭挖到了一个古墓 小僵尸正好就是在这个棺材里面 直到打开棺材时,小僵尸才重见天日 在这些唯利师徒的家伙面前,什么都是赚钱的宝贝 包头公想着把小僵尸当宝贝卖掉 胖子还搞不清楚情况,手剑接了头上的符文 趁着在搬运的时候,小僵尸半路上从尾箱跑了出来 在路边,小僵尸遇到了一个叫珊珊的女孩 这可是把小女孩吓坏了,赶紧跑回家 她告诉爸爸,家里花园有一只僵尸 大人根本不信她说的 晚上,珊珊在家里好像听到了什么声响 果然,白天看见的小孩子还在门外 珊珊看着小男孩也挺可怜 用布娃娃吸引她,把她带回了自己的房间 小僵尸不能讲话,还好也不咬人 珊珊以为她是哑巴,给她取了个名字叫小鬼 小鬼其实还有一点点超能力,可以隔空控制物体 没多久,两人就成了好朋友 为了让小僵尸看着像人类 珊珊把小鬼打扮成了羊娃娃的模样 小僵尸也立马变成了漂亮的小萌妹 早上,珊珊想拿东西给小僵尸吃 可发现她对食物完全就没兴趣 反倒是对地上的血很是喜欢 珊珊知道,如果被大人发现小鬼 那指定就会被送走 于是把她藏在了房间 等大人上班去了,才领着她出来玩 这边包工头丢的小僵尸也很是不甘心 临机一动,找了个假道士 求她帮自己找回来 她有模有样,弄了个寻找僵尸的罗盘 四处抓小僵尸 几天之后,小僵尸还是露出了僵尸的本性 趁着珊珊不注意,就把家里的小猫给吸干了 这下可是把珊珊给伤心坏了 生气之下,和小僵尸吵了起来 她把她赶住在家里 小僵尸想解释,不能说话也解释不了 不久之后,珊珊住进了医院 而小僵尸刚老的人间根本就没地方去 找不到珊珊也只能在房间的衣柜里等着她回来 没想到呀,还是被珊珊爸爸给发现了 她二话不说,打晕小僵尸之后 把她给绑了起来 还顺手以高价卖给了包工头 等爸爸回来之后 珊珊知道她将小鬼卖了 是非常的生气 看着女儿这么伤心 还把小僵尸当成的好朋友 想想还是不忍心 就这么让小僵尸落入坏人的手上 趁着这些家伙准备倒手时 珊珊爸爸也抢回了小僵尸 故事最后,包工头也与倒卖文物 被警察抓了起来 当他们被抓之后 小僵尸却一直都没有被找到 不久之后 小鬼还是回到了珊珊的身边 成了珊珊家里的一员 和他们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有个这样的小僵尸当朋友 想起也是一个比较好玩的事情 故事呢,到这里就结束了 每天一部小电影 欢迎来自个关注 本的作品来源 网络电影《僵尸黄仔》